7月27日上午,辽宁大连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2次集中发布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赵连在发布会上通报称 7月26日零时至24时,大连新增14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为报告的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确诊病例 其中凯阳海鲜公司8例,大连湾街道居民4例,凯阳海鲜公司员工家属2例 27日的发布会上,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王少诚表示 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,按照大连市指挥部要求 针对中风险以上区域,对始发途经的公交线路采取截断绕行 区内停运等方式运行,地铁站点进行封闭运营 出租车和网约车绕行进行 目前三号线大连湾站已经封闭,停运了1001路等12条的公交线路 绕行调整705路等4条公交线路 截断运营42路等6条公交线路 出租车、网约车对无人村社区、大连湾区实行绕行进行 为阻断疫情传播和扩散的渠道 我们停运了通往北山市的全路99路到客与翻线 乘坐长途客车必须出示7月内核酸检测结果的阴性整容 出租车、网约车禁止跨区域到北山市运营 大连市规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需扫健康码 严禁不戴口罩乘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同时地铁车站会对近站乘客进行测温 体温超过37.3度的乘客禁止近站乘车